早上,我在门口看到了我家猫的尸体 旁边的单子上写着 您的外卖到了,请记得给好评哦 是小咪 我尖叫一声,腿下的发软直接蹲在地上 捂住嘴巴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后背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明明昨晚睡前,他还睡在我的枕边 一时间,难过和恐惧包裹了我全身 我下意识反身,迅速关门并立马反锁 后背紧紧贴着门并拨打报警电话 警察敲门的时候,我正蹲在门旁边 抱着腿抖个没完 大脑一片空白 昨晚12点半 刚刚吃过安眠药的我接到了外卖的电话 那人态度急切 说是在楼下等了我快10分钟了 一直盲线 您快点下来取外卖行吗 我这还有好几个单子呢 要不您告诉我几楼 我送上去也行 我愣了一下 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点外卖 交涉了大约3分钟后 对方慢慢咧咧地挂断了 当时我误以为是店家搞错了地址 毕竟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 这件事我便没有放在心上 再加上安眠药的作用 不一会儿就失去意识了 直到今早 打开门 小咪的尸体就那么直挺挺地放在门口 我抽搐着讲完了所有的事情 警察点头并在纸上记录着 检查过后 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难道那个人有我家的钥匙 突然 我想到了什么 急切地告诉孙警官 我家猫友是自己会开门的 说完 我看向不远处僵硬的小咪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昨天我好像忘记反锁了 警察拿过我的手机查看了一番 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我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在你删掉的订单里 我们找到了你昨晚下单的外卖记录 不可能 我惊讶地捂住嘴巴 尖锐的声音在客厅回荡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点外卖 也没有戏耍外卖员 警察先生 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 说到最后 我只剩下了物业 一旁的女警官轻轻地为我顺着后背 你放心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小猫的尸体我们需要带回去 你有亲戚朋友吗 安全起见 这几天就先不要住在家里了 送走警察后 我在家门口蹲了很久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没有什么亲戚 只有男朋友刘泽 想到警察离开前说的话 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双臂 不排除有人进入你家的可能 最近好几个事件 与独居女性有关 在他们家门口 都会有这么一个三角形标志 巨大的恐惧过后 我逐渐冷静了下来 开始复盘最近发生的事情 标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现在想来得有半个月了 并不是我木讷安全意识弱 这是个老小区 墙面上总有些调皮的小孩话的东西 因此这件事就被我忽略了 想到这里 我拨通了男友刘泽的电话 将这些事大体说了一遍后 等他来的过程中 同一栋楼的几个邻居 听说之后找来了 对门的王沈和楼上的李哥 他们一边安慰我 一边陪我等刘泽的到来 几个人叽叽喳喳地要找物业 要求在小区里安监控才可以 看见刘泽的一瞬间 我抱住他大声地哭了一通 发泄了所有的恐惧 在他的提议下 我带着东西去了他家 刘泽住的地方 距离我家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他租了个公寓 并不是很大 正在我将牙刷往洗手台摆的时候 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林女士 我们查到昨晚你的账号 确实点了一份外卖 但是账号IP不在你家 而是在刘曲家院 那个外卖员有人证 您家猫咪死亡的事情跟他无关 刘曲家院 是刘泽的小区 看着他在厨房 哼着歌兴奋炒菜的身影 我深吸一口气颤抖着拿起了他的手机 刚准备打开外卖软件 瑶瑶在干嘛呢 快过来帮我打个鸡蛋 我赶紧将手机揣兜里 来了来了 猜猜我要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给你做一份不一样的西红柿炒鸡蛋 那我很期待哦 一时间不知道该觉得开心还是害怕 静喜手间掏出手机 外卖软件上登陆的正是我的账号 就因为我一直拒绝跟他同居 竟然搞了这么一出 一周前 我俩出去吃饭 我去厕所的间隙将包给了他 出来的时候他人就不见了 过了很久才跑回来 借口说是去接老板电话 肯定是那个时候去配了钥匙 想到电视剧里那种病态男友 鸡皮疙瘩瞬间爬满了我的全身 洋装淡定走到厨房门口 我借口下楼买东西 行李都没拿就打上车回了家 到家后 给他发了分手的短信 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订了隔天一早回老家的车票 过了大约15分钟 他狂拍我的门 求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在业主群发了个消息 可以麻烦各位邻居帮我出去说一声 我家里没有人 并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过了两分钟 楼上的李哥回了个OK的表情 之后邻居们都轮番地安慰着我 对门的王沈更是一条60秒的语音甩了出来 大体意思就是 他要是敢一直来骚扰我 邻居们就把他打出去 我透过猫眼看到几个邻居 跟刘泽在外面吵了起来 就在刘泽要动手的时候 孙警关到了 刘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我家的方向 吓得我闪到了一边 甚至害怕他通过猫眼就能看到我 本以为就这样摆脱了这个变态 谁知道半夜我再次接到了一个电话 接起来竟然是刘泽的声音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怎么总是一句话不说就走 昨晚也是这样 没等他说完 我便破口大骂 刘泽 你这个死变态 是你害死了小咪 我们分手了 接着将手机关机 当晚 我睡得并不踏实 天刚泛亮光 我便起床 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我的尖叫声滑破了长空 刘泽满身是写的坐在我的门口 地上是一张外卖单 您的外卖到了 请记得给好评哦 再次看到这张外卖单 我便直接晕了过去 哼 李瑶瑶 胆子还是这么小 女人对着镜子又嘴角缓缓上扬 刘泽满身与 再次看到